原來在大創啊 不是一個可以Test Free的地方 所以買東西呢 就是按照它上面秀的金額去購買 在這邊購買很便宜 一個瓶箱才110日幣耶 超級便宜的 Hi 我是Vivian 那今天呢 我們就來逛Stacks裡面的大創 以及西松屋 那現在呢我們人的位置就位在 西松屋跟大創的交接處 那現在就來看看 大創裡面有什麼東西是 跟台灣不太一樣 然後覺得好買的吧 現在呢我們來到了沐浴球的區域 這沐浴球呢總共是5個 打8折 買3個的話是15%的折扣 這邊的沐浴球大部分都是迪士尼系列的 在這邊換算成台幣的價格 大概就是1顆100上下左右而已 零食應該有比較便宜吧 因為大創其實賣的東西也就很便宜了 那跟台灣相比 這家餐應該就是在 查在貴率的部分 這個原來也有賣 這是全家也有進 台灣賣蠻貴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 大創的 銅板價吧 是他們的食品區 其實聽說日本的咖哩也是蠻好吃的 只是我還真不知道買什麼 我來看看文創 一些文具用品啊 日本的東西設計其實是蠻獨特 很有特色的東西 這個是做菜的區域 烘焙區 有很多的模型 日本的模型都超可愛的 都會做這些很可愛的餐盒給小孩 試我就不行了 沒有辦法花那麼多時間在做菜了 啊!沐浴球!找到沐浴球了 這裡的沐浴球跟其他Big Camera 還有跟Yodobashi 哎...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呢? 好像都大同小異耶 這裡的種類還更少 剛剛看的唐吉科德比Big Camera多 而且有些是我已經買過了 就也不需要再買 好吧 啊! 這是一些幼兒的玩具 雞木 這裡就是DEX裡面的三樓 是小孩的遊樂園區域 而且啊!DEX裡面的遊戲區 我覺得它設計的真的是超級無敵大 整體來講非常的豐富 小孩在這邊其實耗上一整天都不是問題 現在我們進來的是西松屋的 一些餐具用品區 那...餐具類的話 對於澄澄來講還要點太早 嗯...好可愛喔 這是他們的小圍巾耶 這是他們的小圍巾耶 所以算起來是Big Camera比較便宜啊 還可以退稅 然後最貴的就是原店買 原店買是550日幣 那如果最便宜的話應該就是Big Camera啦 300多...398日幣而已 我們來到了奶瓶的區域這一條 然後跟富時瓶 哺乳的衣服 然後這個就是睡衣了吧 但... 小孩的睡衣這邊賣的尺寸也真的是很小 乘車已經不適合穿了 這邊都是幼兒的衣服 哇!沒有大一點的耶 這裡有賣嬰兒推車耶 然後這邊是安全座椅 然後這邊呢就是進入到 看起來是大一點寶寶的睡衣區域了 哇!很酷耶 這邊是男孩子區域 他的衣服價超級高的耶 他這邊有款式超級多種的 但論價位的話 這邊的衣服可能就是幾百塊日幣 這邊有399 這邊有689日幣 那這邊可不可以退稅呢 我就不確定了 他到底衣服應該也是可以退稅 等一下我們再去看看吧 你看款式好多喔 男生女生 大孩子小孩子的都有 還蠻多的 只是如果你想在這邊買衣服 找到自己喜歡的 可能要花不少時間慢慢挑喔 因為這邊款式太多了 全部掛起來 然後有些是在後面 所以等於是要慢慢翻 一件一件慢慢翻 看到一個很可愛的東西耶 這是什麼 這是印章耶 總算挑到一個 陳陳最愛的小禮物給他 好啦 我買完大創的一個小小的禮物給陳陳啦 原來在大創啊 不是一個可以TEST FREE的地方 所以買東西呢 就是按照他上面秀的金額去購買 在這邊購買便宜 一個品項才100日幣耶 超級便宜的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今日簡單的一個小小的大創體驗區 那就買一個小小的禮物做結尾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禮物 登登 這個是印章 印章回去再看 好 跟媽媽抱抱 抱抱 嗯 出來抱抱 親親喔 親親媽媽 買一個禮物給你開心嗎 是車車的喔 三個主案喔 可以按印章看 有賣鬼 好 親下去 大地親 嗯